好,各位六年级的同学,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的网课课题呢 我将教你们的就是关联词 关联词呢,它是属于 一个或是两种,两个词呢 拿来连接两个句子的 那么关联,一个句子它有分为单句跟副句 单句就是一个句子 然后副句是由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句子 而组成的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网课课题 好,就如刚才我所说 关联词它是由单句 关联词它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 然后句子里面有分单句或者是副句 单句就是一个句子 然后副句是两个或是两个句子以上组成的 那么其实副句呢 它有分成八种关联词来组成的句子 那么我今天只是选择六种的关联词 关联词类型来教你们 第一个类型呢就是并列 并列它拥有的那种关联词呢 就是和与以及同时边或是一边 一边又又 然后一面啊一面时而时而 有时有时不是而是既不也不 这一些都是属于并列的关联词 那么在并列这关联词它的说明呢 就是它前后它前后两句两个句子呢 它是两个位置不固定的 而且还可以对调的 是可以对调的 就打个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 例子那一边的句子呢 就是蜻蜓和胖蜻蜓成了好朋友 那么其实在这个句子 它本来的 它本来的是 本来的句子呢 就是蜻蜓成了好朋友 然后胖蜻蜓成了好朋友 两个句子加起来就会变成 就是蓝蜻蜓和胖蜻蜓成了好朋友 这一个就是那个 有两个句子组合而成的 那个并列的那个 并列的那个关联词的副句 那么接下来的句子 接下来的类型呢 就是假设 假设它拥有的那个关联词呢 就是即使又或者是尽管 就算就是哪怕 然后后面呢就是也 或者是还是 还 仍然 又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 它如果又或者是假设 假如要是 然后后面呢就是就 又或者是那么 那 变 这些呢就是假设的关联词 那么其实 假设它的关联词 它的说明呢就是 前面那个句子是属于一个假设性的一个情况 那么后面的句子呢就是讲出的就是 如果前面假设性的情况已经实现后的那一个结果 就打个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例句呢就是 如果今天下雨 我们就不可以去游乐场玩耍 这一个呢就是假设的那个例句 好那么下一个类型呢就是选择 选择的话呢它的关联词呢就有或还是与其不如 要么要么不是就是宁可 而或是也 也不 这一些呢就是选择的那个关联词 那么它的说明呢就是前后两句 前后两句 他们两者的选择只能够选择其一 只能够选择一个 他们两个不能够同时放在一起的 如果是能够同时放在一起的呢 那个就是并列了 好那么它的例句呢 呃它的例句呢就是 我宁可去图书馆阅读也不在家浪费时间 意思说 我宁可选择图书馆也不要在家 就是一个图书馆一个在家是两个不能够在一起的 你不可能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会在图书馆也在家 你不能够变成一半 这个就是那个选择 就好像说你要选择吃面还是选择吃饭 这两个是不能够同时一起的 就是这一个意思 好那么接下来的那个类型呢 就是因果那么因果它有的那个关联词呢 就是因为所以 再来呢就是既然变 这个呢就是因果的那个关联词 那么它的说明呢 就是前面的句子就是表明原因 后面的句子呢 就是表明原因过后得出来的那个结果 那么你们可以看例句 例子的呢就是李老师因为生病 所以没有来上课 就是前面那个句子是一个因 后面的句子就是得出来的一个果 就是你前面发生的那个因 就会有后面得出来的那个果 这个就是因果 好那么接下来的例子呢 接下来的类型呢就是递进 那么它有的关联词呢就是 并更还而且不但或是不景 然后呢是而且又或者是还也 那么它的说明呢就是前面的句子 还有后面的句子其实是有关系的 而且后面的句子 它来的时候呢 它的程度会更加深 就是后面的句子呢 它的意思会变得更加深 就打个比如说 路灯不但照亮了街道 而且护送人们安全回家 这个呢就是递进的那个例子 好最后一个类型呢 就是转折 转折它拥有的那个关联词呢 就是虽然但是尽管还是 却而何况不但反而 那么在这里 它其实的那个说明呢 就是后面的句子的那个意思 跟前面句子的那个意思 是相反的 是opposite的意思的 就打个比如说 这个书包虽然美观 但是价钱不便宜 那么在这个句子呢 就是前面的是好的 可是后面的句子那个意思呢 就变成不好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 好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看我们的练习啦 好各位六年级的同学 那么你们要做的那个练习呢 总共是有两页 第一页呢 就是要把两个单句 弄成一个副句 就是要用这一边所提供的那关联词 来把那两个单句联合起来 那么我要你们再写了 过后呢 后面挂胡写上 它是哪个类型的那个句子 过后后 再来第二页呢 就是其实是一个选择 选择题 那么在选择题 你们选了答案呢 过后呢 同样的 我要你们在每一个句子 就每一个答案 它后面挂胡写起来 这个句子其实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句子 就是这么样简单 那么下个星期 我们将我们就会讨论 这个练习的那个答案 然后我也同样的 我会告诉你们 它是属于 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句子 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句子 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句子